歐多娜是一個老品牌 歐多娜是一個老品牌 那為什麼會開始做品牌優化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CIS重新校正 重新校準新的CIS在西元2000年 所以從2019年我們開始在想 品牌有點老化了 需要重新再梳理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非常多的市場調查 然後修剪我們的產品數 然後做了非常多的跟消費者 這樣的一個互動跟訪談 那訂定出歐多娜 未來下一個十年的一個品牌跟發展計畫 非常開心的是剛好2022年 又碰到台灣經紀研究院在做這個品牌要費計畫 我們就去申請了 於是就跟品牌要費計畫 有非常好的合作關係 我自己的簡歷就很快的跳過去 那歐多娜是一個從頭到腳 從海線到雲端 做從頭到腳 從穿搭 從內到外 還有一個度假村跟我們有一個 應該發炮是不環保的發炮 但是我們已經做到 把我們的事業的邊角料能夠粉碎 壓縮 減容 降低事業廢棄物的25倍 然後也把所有的這些鍋爐能源重新做調整 讓我們的能源短短的一年內 降低了30%的一個能源耗損 所以是一家非常注重環保跟綠色巡洪的企業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做B2B也做B2C B2B的部分就是發炮產業 B2C的部分就是我們目前有60家 我們的一個直銀店 那這一些都是跟消費者做非常非常近距離的 很快速的互動 那我們不斷地突破創新 在2006年 我們籌組了第一支 台灣第一支企業籌組的隊伍 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那我們創下兩個世界紀錄 跟很多台灣的紀錄 那不斷地推動探險文化 因為Otuna就是一個 有一點點挑戰 有一點點冒險 有一點點不安分 讓自己的靈魂關不住這樣的一個品牌個性 我們看一下我們在民國一百年 做了百年同登小百月 有四萬個人在我們一百歲 中華民國一百歲生日的時候 同一天四萬個人攀登一百座台灣的小百月 也創下即時世界紀錄 那我們已經十幾年來不斷地推動小百月 不斷地推動五本三年 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家 到目前為止還是 通過碳足跡標籤盤查 從台灣跟國際雙認證 所以不斷地在突破自我 挑戰自我 在自我實現方面 我們是非常的注重的 那品牌 整個品牌的一個求新求變 就從CI定位在校準 從2019年定出來的策略 20年開始展開 那我們也定調在2023年 要實現台灣第一家 第一個品牌 第一件能夠完全不落地 能夠回收的機能斧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台灣不是台灣之光 都在談寶特品回收嗎 但是寶特品回收 它只不過是布料 鈕扣、紗線、標籤 還有非常多的拉鍊、織帶 這一些它都是一材質 所以根本不可能回收 除非把它拆解 所以99%還是進入了焚化乳 那我們很開心的 2023年我們做到了 這邊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2023年我們做到了 同時我們定定的一個計畫 在可持續成長並獲利的狀態下 我們要在2031年 實現歐洲那成為亞洲最環保的 戶外旅遊品牌 那為什麼不是全世界呢 我想要做到全世界 這個困難度真的太大太大 我相信我做不到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態度 來面對希望成為亞洲最環保的戶外旅遊品牌 這是我們在去年實現的 2020年定下的目標 在2023年已經具體實現的一件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面對疫情 我們就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做非常多的 資能的一個提升 做非常多的教育訓練 做非常多的商業模式的一個改變 那當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也參與了品牌耀威計畫 所以在這邊要感謝台灣經濟研究院 非常好的團隊 非常接力氣的團隊 也要謝謝我們在2022年 薩巴卡瑪給我們的輔導 幫我們的CIS重新再校準 然後在2023年 我們第二階段的品牌耀威計畫 我們由博森團隊 Jason Jason在輔導這一段期間 大概來到歐杜納大概超過15趟 可以說是用生命在輔導 保證 幫他打個廣告 面對疫情 化為機會轉機 這剛剛跟大家做的一些報告 那也用更多的時間跟力量 在整合對內部對外部 不僅是對外部的一個調查跟宣傳 也讓我們最重要的第二階段 要內化這件事情 不斷的去深入 不斷的去內化 碰到Jason 我跟他講的大概PGO就是 完真的 那為什麼會跟他講說 我們歐杜納是完真的 我是完真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 我們都知道 很多人他申請專案 就是為了幾十萬 那一兩百萬 那幾百萬的補助 可是他要的是補助 他要的不是真正的 要因為輔導案讓自己在升級 不管是品牌 不管是管理 不管是生產 所以我跟他講我們是完真的 那也跟大家聊了很久 當然對沙巴卡馬 我們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來合作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討論跟衝擊 不管是沙巴卡馬 或者是我們的博生顧問公司 做非常多的討論 然後做非常多的市場調查 為了就是希望 歐杜納未來的下一個十年跟二十年 能夠再聚焦我們專注對的事情 那強化強化不斷的深入 我們在品牌內化的過程當中 從舊樓的到全面耀生 做非常多的溝通 開了非常多次的店長會議 或者是我們內部夥伴的這些訪談 那也做了外部的焦點訪談 為了就是要找出消費者 他們的顧客視角 以及我們內部的 從最基層的中階的到高層的 讓大家能夠有一致的一個信念 一致的目標 一致的方向 在整個試探面向 從精準的一個梳理品牌 叫準後的定義 那全面品牌系統的 系統化的關鍵建立 品牌價值各部門的系統導入 還有關鍵體驗 MOT的價值探索 Authorize在做的事情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們是有一點點不安分 要突破 要探險我們自己的靈魂 那有探險的一個基因 所以我們會成就 整個戶外的領域 成就他人 我剛剛談的這個 七大座最高峰的攤商計畫 有三個人完成 光是這個計畫 短短的三年多 打破兩個世界紀錄 跟很多台灣人紀錄 那這個計畫 花掉三千五百萬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計畫 也讓歐多納的一個專業度 跟專業的這些 希望重度戶外的這些愛好者 有更深一層的連結 然後成就自我 透過戶外探索 透過突破自我 讓自己得到更大的一個成就 跟滿足 這是歐多納的精神跟文化 那近距離觀察消費者 這個部分要非常感謝 我們的顧問公司 那在這方面 就真的做非常多的摩爾 一次又一次的摩爾 那為了就是 如何真正能夠落地 因為在從2019的品牌策略 整個策略方向定下來之後 做20年的這些品牌實作 然後一直到薩巴卡馬的CI 校準 重新設計 到博生 最重要就是要落地 落地 落地 一定要做到落地跟深化這件事情 那這是在我們的很多次的 教育訓練跟互動 然後在整個充分了解 找出關聯性跟全體的夥伴 跟消費者整個連接性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功夫 非常多的時間 務必來找出整個產生認通感 然後共創共好 從現況到整個溝通 不斷的溝通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落地 需要有更多的好人才 但是人才永遠是企業主的空 非常難找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內部的夥伴 做磨合 做教育訓練 讓大家重新知道 歐杜納的精神跟品牌價值 一方面從外部找更好的人才 來加入歐杜納團隊 這是目前我們每天都在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整個轉型必須要建立真正夥伴關係 在歐杜納只有夥伴沒有員工 我們都經常這樣講 在歐杜納是以夥伴相稱 那員工跟夥伴不都是在歐杜納工作嗎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在歐杜納只有夥伴沒有員工 這不是只有一個名詞的差別 我們是彼此關懷 包含關懷到他們家庭的二代 包含我們每年會給我們夥伴的子女寫一封信 跟一份微博的講述決心 包含在歐杜納退休後的夥伴 我們籌組歐杜納退休夥伴的名額 因為他們把一生當中最寶貴的時間 貢獻給歐杜納 所以在歐杜納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是一個大家庭的關係 我們做非常多的價值學習跟演練 那也透有這樣的一個演練過程當中 讓我們的夥伴 他對公司有更強的相信力 以及更深度了解我們是完整的 務必做到 那在品牌活動成為媒介傳遞的重要元素 當然歐杜納是一個好玩的冒險的 具有挑戰性的 著重產品體驗的 還有非常重要注重美學 以及在我們品牌教主之前 有一點老化 我們想辦法包含設計的年輕化 包含溝通方式的年輕化 包含自媒體素材的年輕化 那當然也包含我們如何用更好的語言 更貼切的語言 來跟更年輕的這些消費者 還有可能你不再年輕 但是心態仍然是年輕的這些消費者 來對話跟溝通 那預期達到的成效 就第一個強化公司的一個品牌體驗 幾十年來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從創業的第一天我們就告訴自己 中小企業的資源有限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跟消費者連結 從創業的第一天起 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像大企業 無限制的去查大錢 去做那麼多的一個廣告 那我們必須要做有溫度的人跟人的連結 這是我們的一個體驗方面 然後增加部門的熟悉度 辦了非常多的體驗活動 包含外部體驗也著重在內部的體驗 然後增加對產品的了解 加深對公司的認同感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挑戰未來我們八年我們十年 把未來的一個目標跟展望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焦點訪談 然後消費者的焦點訪談 這些都是最真實的 全部都是消費者 從顧客端他們給我們回饋 第一個好的裝備可以讓你安心應付集團企業 還有獨立帽不必要的選 然後採點適合東方 選擇多適合不同戶外需求 購物過程沒有壓力 因為購物過程 我們公司不希望我們的銷售夥伴緊迫定人 保持一定的距離 然後面帶微笑點個頭 然後去觀察顧客 他是不是有需求 需要我們來做特別服務 那商品 歐杜納商品今天的考驗 相信一分錢一分落 歐杜納店員分享實際的經驗推薦商品 給予新手一份安心感 在歐杜納我們是期許 我們要訓練我們的工作夥伴 每一個人都是戶外領域的選配專家 都是戶外領域的選配顧問 所以我們做非常多的一個教學體驗 從過去到現在以及未來 我們都要持續帶著我們的店長 每年都帶著我們的店長 他們去從事戶外相關活動 體驗自己的商品 然後他們才知道 為什麼要做這個設計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一個裝備或是器材 都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他們能夠很衝鋒不破的面對顧客 甚至是專家的各種提問跟挑戰 然後在版型設計上有感覺到年輕的話 這個我們很開心 有可能年紀大了很喜歡的顏色 同時也會有年輕人比較喜歡的 在東西齊全店長介紹很專業 感覺到很真心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這些都是我們不斷在做的 那我們看到第一線的消費者在焦點訪談 給我們的回饋 也給了我們更多的力量 把這個品牌做得更好 這是在整個MOT的一個價值體驗 跟我們MOT的一些探索 跟我們如何去抓住最關鍵的時刻 來做對的事情 那這博生團隊在沙巴卡瑪幫我們完成了新的西埃設計之後 我們先做了四個店的試騙 那謝謝沙巴卡瑪跟博生 都有到我們新的這四個店 來給我們做一些指導 謝謝台灣品牌要為激化 真的我覺得台灣經濟研究院真的是非常接地氣的一個法人 尤其我們的主任 每一次都會練習 重要的會議都會練習 那我相信主任也看到Odonna是完真的 不要虛妄一招的 只有全新投入一定要成功 我們才真的有機會可以成功 那這些就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最後就是我們會跟夥伴打造一艘永續夢想的團隊 帶著Odonna團隊帶著Odonna的品牌 邁向更好 邁向永續 邁向未來